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3日宣布从7月27日到8月9日 调降疫情警戒标准到第二级 金门县政府24日宣布17项的因应措施 并且敲定餐饮业依照中央指引有条件的开放内容 但是鼓励还是以外带为主 另外还包括大小金门船班恢复正常营运 以及公立的户外运动场馆缺面开放 室内场馆部分开放在内 目前还是比较保险 你要是怕说有那个案例就对 还是会差 目前还在我们内部还在讨论 还不确定 为什么 就因为我们还因为现在目前基本是开放内容的话要 就是梅花座加隔板 然后就是这个这个设施安装下去的话费用可以比较高 就是餐饮业已经走得很困难 就是股票的成本不能再浪费这样 县长也表示县府降二级的应应措施都是依照中央的相关规范 另外工人员非必要工务行程暂缓赴台 私人形成副台者之后应该自我健康监测14天 县府各处办公区 开放民众建入洽工 随着疫情的和缓 中央已经宣布了 自7月27号到8月9号改成是二级警戒 那么同时呢 中央也订定了一系列的在这一个7月27到8月9号二级警戒的相关的管制的指引 金门县政府基本上都会配合中央的这些相关指引来做规范 同时也配合地方的民情跟地方自己的特色来做一些管制上的调整 那么这一些有将近20项的管制措施 我们会有系列的公告 同时提醒乡亲 目前在群聚的部分 还是以室内50人 室内以50人为限 室外活动以100人为限 这样的一个人数的管制 那虽然这个人数的管制有放宽 我们还是要提醒乡亲 相关的管制作为 还是要维持十连制 社交距离 那同时呢 必须要在室外的时候来戴口罩 全程还是要戴口罩 这一些相关的规范 还是要严格的遵守 不会因为人数有放宽了 就不遵守这些规定 我想疫情仍然还是很严峻 我们没有任何大意的本钱 同时 金门县政府 也会视疫情的变化 动态来调整 这些防疫管制措施 县政府提醒 各项措施 仍然需要依照 中央通案性原则 和主管机关指引办理 要落实 十连制 人流控管降载 维持社交距离 来自担保 我们下期再见